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 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看学业 看学业主要是看两条线 看人文 首先看人文,第二个看事业线 人文清晰,深长有力 利于才华发挥,利于出成就 利于协业有成 人文如果是偏短的话 不是太聪慧 脑子反应比较慢,这类人需要多努力 人文如果是有杂吻的话 虽然聪慧,但是容易被外界干扰 不能静心的学习 这类人需要静心 事业线长度可以看出 学业到哪一种长度 比如说硕士、博士这种毕业的 当然是笔直向上伸长为好 这是一个 我们看这个手型 这个手型是金水相生的掌型 金水之人聪明灵异 多智谋、多情思 富有浪漫情怀 接着人的想法多 喜欢给自己描绘美好的前景 但是天文充克财功 看见没有,天文充克财功 初期财运不稳定 初期有一些波折起伏 人文有断折 折断了 也是才华发挥 有一些波动 有志难生 这种就是不得志 有点不得志 手腕线有四条命举离 还是有福禄根基的 只是有两条比较短 事业财运有一些波折 福禄根基是会受一些影响 我们看这个 蓝色的这条线是财线 代表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 到了无名指下部就已经没有了 说明初期利于正常的工作 双事业线也说明了 这个黄色的双事业线 说明正财偏财都可以求 所以说三十岁以后 可以逐步偏向于求财类发展 就是创业 财功的有田字文 财运上是有人帮助 可以遇难成祥 人文上的有 这个三角文 尾部又分叉 容易泛滥桃花 泛情商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首先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